昨天买了魔旅鸭湖大陆的新摩托车 视频的评论区很热闹啊 可以说是各持己见 百家周鸣 大部分朋友是祝福我 喜提新车 预祝我旅途顺利 我也很开心 我又非常温暖的评论区 争议比较大的是 这个车贵值不值 值不值呢 这是一个很主观的问题 我没有什么钱 为什么要买这个贵车呢 因为我的需求很明确 我需要一台质量品控 非常稳定的摩托车 来带我完成这场亚乌穿越远征 我看了很多视频 大部分骑过MS的车友表示 MS除了贵没啥毛病 它的发动机很好 综合性能是150排量级别的话 顶尖的了 高速稳定 人车合一 另外一方面 可能跟我第一台摩托车 福西也有关吧 我去亚马拉福西 国内外跑了四万多公里 基本上什么路况都跑过啊 它都没有把我扔在路上过 主要的问题就是 后视镜的底座断过几次 因为当时装了封档啊 手机支架 相机支架这些 但这些都没有影响过我的形成 所以我对亚马拉福西的品控 还是比较放心的 第二是考虑到维修方便 因为主要是跑国外 如果车子出了故障 我要能很快的找到配件和维修店 亚马拉福西 毕竟是国际品牌 世界各地都有网点 维修比较靠谱 当然我们也会带一些 易损号的 易损号件的配件出去啊 因为出国跟国内最大的不同是 有签证的期限 在国内话来说 我大不了就等几天 哪怕是在西藏 在新疆 快递也可以一周飞到 但是国外呢 路途遥远 国际的物流通关也很需要时间 加急的话也得十几天 那我们每一个国家的签证是有期限的 一般是十几天到一个月 到时间你就必须得离境 那摩托车走不了怎么办 只能叫拖车 国外叫拖车真的很贵的 有一个朋友 就是现在在欧洲摩旅的机车少女 郁锦 她老公生病骑不了车 在俄罗斯叫了两次拖车 一次就是几千块钱 这些成本你要算进去的 你想一下 如果我省去叫几次拖车的钱 买一台稳定耐造 维修方便的车还贵吗 我觉得我花钱还是属于比较理性的 我从来不乱买东西 不乱花钱 因为预算有限 我基本上都是把钱花在刀刃上 不会为了省一些小钱 让自己后面掏大钱去补更大的坑 未雨绸缪才能减少后患 后面呢 我需要对这个车做一些适合长途模拟的改装 主要还是实用为主 第一是加大油箱提升续航 我打算把这个7.1升的主油箱 变成10升或者12升的 然后座桶里面再加一个6升的副油箱 油箱很关键的 我还在找 如果有靠谱的麻烦给我推荐一下 第二是加装设灯 行车记录仪 加热手把 这几个是要布线的 USB不用了 MS这里有一个点烟口啊 就是12伏的转接口 可以转接USB 第三是车尾架 尾箱编包这些装载类的 第四昨天的评论区 有网友推荐我改封挡 改坐垫 前后避震你改弹簧 加挡泥板 这些 这些评论对我来说还是很有用的 我会考虑进去啊 我也希望有骑过的车友 给我一些中肯的建议 因为 人无完人 车无完车 没有实权实美的车 既然我已经买了 那就尽量扬长逼短 把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 就可以了 对吧 今天我过来买车这里啊 就是广西雅之亨 让他们帮我办一个临时的牌照 然后我骑回贵港上牌 后面就是买配件 改车 买装备啊 还有很多准备工作 然后明天是三月三 广西要放大价了 我打算去五名 对对山哥 凑一下三月三的热闹 有没有来偶遇的啊